好 我们接着要来讨论理想气体方程式的另外一种形态 等我一下 好 理想气体方程式的另外一种形态就是PV等于NKT 这是我们物理常用的 好 那我先把它写下来 PV等于NKT 那它当然也会等于我们之前学的PV等于NKT 那我现在要来定义一下这些符号 N叫做气体的 气体有很多粒子嘛 那就是粒子数咯 那小N是什么 小N我们以前有讲过啊 它当然是墨尔数啊 对不对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N0叫做亚佛加绝数 我忘了写它的单位了 他亚佛加绝数的单位是墨尔分之一 等一下解释为什么亚佛加绝 常数的单位是墨尔分之一 好 那这个K呢 叫做波兹曼常数 我之后再写下这个书写这个常数的时候 我会用小写的K来表示 因为我怕它跟温度的K就重复 就怕大家搞混 好 那这个R呢 叫做气体常数 好 所以目前我们是将这些符号应该都介绍完了 那T就温度嘛 PV就是体积跟压力嘛 好 然后波兹曼常数 这波兹曼呢 它是统计物理学之父 统计 统计物理之父 好 那呃 总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啦 那我们现在理想气体方程是我们以后 常常讨论上都会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而不会写成NRT 好 那这为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先从先从这个式子来看 你可以看到NK 例子数乘以波兹曼常数就会等于莫尔数乘上R 因为这毕竟是很等式嘛 对吧 好 然后你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总例子数除以亚佛加绝数 要等于莫尔数 对吧 我有这么多例子 然后除以6.02乘以12三次方 然后就要等于莫尔数 或者是你可以说就是例子数除以莫尔数 就会等于什么 例子数除以莫尔数就会等于亚佛加绝数嘛 好 例子总数除以莫尔数 那是不是就等于亚佛加绝数 就是都成等式而已嘛 对不对 好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诶 这个式子 首先这个例子数 它没有因次 对不对 就是12345 要不要看你几个数字嘛 比如说8乘以10的23次方 那这个没有因次 那这个N呢 是莫尔数 它的因次是莫尔哦 所以这个亚佛加绝数的因次 上面这个没有因次 大N没有因次 那小N是因次是莫尔 好 所以这个亚佛加绝数的因次就是莫尔分之一 好 那么我们再回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横等式 诶 你会发现大N就是粒子数 乘上波茲曼常数等于小N莫尔数乘上气体常数 好 那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们来看波茲曼常数到底是什么 波茲曼常数呢 就会是大N分子小N乘以R 那你知道吗 这个刚刚我已经算出来 这个大N除小N 就是总粒子数 乘以莫尔数等于亚佛加绝数 所以这个东西刚好导过来 它就变成R除以N0 好 那R除以N0我们继续计算 K等于多少 R是8.31交额除以莫尔K 这是我们上一支影片讲的 好 这是气体常数的SI单位 好 然后N0是什么 亚佛加绝数是6.02乘以10的23次方 其单位为莫尔分之一 你有没有发现 莫尔分之一跟莫尔分之一可以消掉 好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算出来 波茲曼常数等于多少呢 K就会等于8.31除以6.02 那你按一下计算机 它会等于1.38 合理啊 8.3大概是6.02的这个1.38倍 那这个10的23次方 就会变成10的-23次方 所以波茲曼常数是一个很小的常数 再来就是交额除以K 其他莫尔分之一被消掉了 所以交额除以K 这个就是我们的波茲曼常数 好 那同学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们就把这个理想气体方程式 把它改头换面 然后重新重新表达了一遍 我们这个N呢 我们这个N就粒子数嘛 对不对 看你这一坨气体有几颗粒子 粒子数 然后这个K呢 就是波茲曼常数1.38 乘以10的-23次方 交额除以K 好 然后T就温度 那刚刚这个东西 这个N呢 是摩尔数对不对 摩尔数 好 然后这个R呢 叫做气体常数 那为什么我们要没事 把这个理想气体方程式 从PP等NRT改成PV等于NKT呢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 如果你用PV等于NRT的时候 你用一磨一磨来算这一坨气体 然后呢 这个常数也是一整坨气体的常数 但是呢 你如果用 你如果用的是这个NKT来算的话 我告诉你 其实你是用一个一个在算这一坨气体的 然后这个常数 你会发现这个常数 我刚刚有说过 它10的-23次方 它其实超小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改成PV等于大NKT的话 其实我们代表的意义是从聚观进入围观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你原本用PV等于NRT 你是一磨一磨一磨一数 然后R气体常数就整坨气体的 那你现在如果是用粒子数一颗一颗来数 然后呢 乘以这个很小的常数 其实就代表说 如果你比较在意的点 是围观的物理定律的话 那么你请你用PV等于NKT 即使都是理想气体方程式 那如果你比较讨论是一坨一坨气体的话 那就建议你是用什么 PV等于NRT 那不管你用哪一个 只要你会换算都行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 波斯曼常数是一个超小的常数 1.38乘以10的-23次方 然后销耳除以K 这是一个它的单位 好就到这 好